1 本分局在11月11日19時 進獲報案 在北區東方三街有人開槍 今天警方到場了解 是范賢與被害人在網路上的貼吻 有引發了感情糾紛 范賢遂至被害人的住處 要與被害人來爭論 被害人不願意見面 范賢即心生不滿 對空名槍一發後逃逸 本分局獲報後 隨即組成專案小組 來追起 並報警台中地檢署來指派檢察官指揮正辦 在同日22時許 在本市的文心南路上 欺貨犯嫌刀案 在身上起貨了彈甲一個 車上起貨了管制刀謝兩把 經警調查犯嫌他否認開槍 並稱警拿刀恐嚇 為本案依現場的機證 及證人的執政 犯嫌所謂顯為狡辯之詞 全案依涉嫌相報彈押刀細管制條例 恐嚇罪移送台中地鐵署偵辦 並盡情生壓 專案小組並持續追查槍枝的去向 侵畢端 好